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我有一匹白马 愿意与学士相换美妾 一个人和一匹白马等同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还有就是一些世家子弟 喜欢赠物或者压赌注 也喜欢把美艳的小妾作为一件物品 赠送给朋友或者合作活动 也可以作为赌注 小妾的这些人眼中也就是一件商品 小妾也算是有钱人的小老婆 但是在这些人眼中 他们只是一件物品 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小老婆事后其他人 也可以把小老婆赠送给其他人 以达到某种目的 古代的小妾多么的可悲 因此也有了这么一句话 你为穷人妻 莫为富人妾 你对古代的小妾是怎么看待的呢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本集完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看得很大编辑 我看不太好责任编辑 我看不太好责任编辑 我看不太责任编辑 我看不太好责任编辑 我看不太好责任编辑 我看不太好责任编辑